Hello大家好,我是投资君 由于中美的国情和政策不同 让人们一夜回到解放前的潜在风险也不同 比如在中国,大家也许会比较怕进ICU或者癌症化疗等等 因为医疗保险只能报销一部分 在美国,ICU和癌症化疗的确也很贵 但是大家的医疗保险有out of pocket maximum最高自付额 虽然不同保险的最高自付额是不一样的 但是在2021年,任何保险的最高自付额都不会超过8550或者17100 也就是说,就算遇到天价医疗账单 自付额都不会超过这两个数字 如果你买的是好一些的保险 那么这个数字会更低 比如4500或者9000 因此,在美国也就不会出现那些经常在国内发生的破财风险 比如你会经常看到这样的文章 在ICU病房里 赚钱10年,花光智用了3天 或者提出这样的灵魂拷问 你的存款,够出几天ICU 那么在美国会让人们破财的风险是什么呢? 答案就是长期护理费用 什么是长期护理? 谁需要用到长期护理呢? 在美国对此是有一个定义的 由于疾病 伤残 和功能衰退等因素的影响 当一个人无法做6个日常活动中的两个 又或者是有认知障碍 就需要用到长期护理 而这6个日常活动分别是 吃饭 穿衣 洗澡 行动 如厕 控制大小便 其实看完这个定义 大家应该就理解了 其实就是长期生活不能自理 需要人照顾 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很大的破财风险呢? 主要有三大原因 分别是 1.使用率高 2.价格高 3.报销金额九牛一毛 我们接下来分别看一下这三个因素 已经准备好长期护理费用的同学 可以看看自己准备的到底够不够 还没做过这方面准备的同学 可以看一下需要做什么样的准备 第一 使用率 为了确保数据的公正性 我们来看看美国政府的官方网站 longtermcare.gov是怎么说的 注意 在美国 网站后面是.gov为后缀的 都是美国政府的官方网站 所以数据是最具有权威性的 由于美国社会对于长期护理的不了解 以及对于其高昂费用的忽视 长期护理在美国已经逐渐成为了社会性问题 人们从全职有心上班 到全职无心看护 长期护理已经拖累了无数个家庭 所以这个官网就是政府用来呼吁大家证实这个问题的 从美国官方的数据来看 65岁以上的人群需要使用长期护理的几率高达70% 而且女性平均需要3.7年的护理 相比男性平均需要2.2年的护理 综合来看 在使用长期护理的人群中 有20%的人需要5年以上的护理 所以这个长期护理不光是使用率很高 一旦费用开始拖累家庭 还会变成一个长期的拖累 第二 我们来看看它到底有多贵 到了这个网站后 我们在上面点击cause of care 然后点击这个available 你就能看到全美每个地区不同的长期护理价格 比如我们拿洛杉矶做例子 然后点击monthly 下面显示的就是每月的长期护理费用 基本是每月5000到1万不等 这些价钱只是一个平均大概 毕竟不同机构肯定价格是不同的 就像是大学学费同样是加州的大学 USC和UCLA每年的学费是不同的 而且社区大学肯定更便宜 因此想要高质量护理的小伙伴 可以试向更高的价格 接下来军军来给大家解读一下 每个框代表的是什么 第一个in-home care 是护工到家里照顾 因为很多人即使是生活不能自理 却依然想在自己家里待着 除此之外 当人们行动不便 房子也需要做必要的装修 比如你的房子是两层的 为了行动自如 则需要安装电梯或者电动滑梯 而卫生间和洗澡间 则需要安装扶手等等 第二个 Community and Assisted Living 是送到类似于养老院的地方 上面价格较为便宜的 通常只有白天才送去 晚上还是要接回来的 而且是一周五天 所以它较为便宜 晚上和双休日 可能依然需要家人或护工照顾 下面较贵的则是24小时的看护 以上家里和养老院的看护 基本是非医疗性质的 除了帮助人们做日常的六个活动 还有买菜做饭 收拾房间 准备药物 开车接送 与医生交流 以及管理账单等等 第三种Nursing Home Facility 则是最高级别的看护 是由注册护士和物理治疗师等等 各种有执照的专业人员 提供的24小时看护 而这两个价钱的区别 就是单人间和双人间的区别 现在你看到的这些都是2020年的价格 而这些价格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贵 比如一个人今年30岁 他想准备好70岁时的长期护理费用 那么他可以将时间轴拉到40年后 看看2020年和预计的2060年每月价格的区别 我们可以看到2060年长期护理的每月价格 在17000到35000不等 还记得上一段我们说人们通常需要多久长期护理吗 现在你基本就可以选择好你喜欢的看护方式 然后把它的价格乘以可能会用到的时长 最终的数字就是你至少需要为长期护理准备多少钱 比如你想要在2060年在洛杉矶得到最高级别的单间医疗看护 则需要每月35000乘以12个月再乘以5年 等于210万 如果是夫妻二人那就是420万 如果你税后的工资能有20万 则需要不吃不喝工作21年 欢迎小伙伴留言告诉军军 你所在的城市每年的长期护理需要花多少钱 其实普通人这样一点一点的攒出这个钱是很可怕的 但其实为了让民众在晚年能有尊严的享受高质量的生活 美国提供了很多不同种类的长期护理险 只要选择了最适合自己的长期护理险就安心了 根本不用惧怕这个费用 数据显示大多数人开始配备长期护理险是在55到60岁 哦那我还年轻着呢 这内容跟我没关系 散了散了 别也等等 这个数据是来源于已配备长期护理险的人群 实际上在美国使用长期护理的人群中的40%都是40岁以下的年轻人 一般来讲还在打拼中的年轻人家底还没有多么的阴时 遇到这种不幸一般是另一半和父母帮忙照顾 当家人变成了免费的全职护工 基本就是断了家庭的收入来源 只能靠吃家底 父母为了高额的长期护理费用 把房子卖掉的也是数不尽数 老后破产更是导致养老无望 别等等 我们不是还有Medicaid Medicare 还有Health Insurance吗 这些会报销长期护理费用吗 那我们就来讲讲这三种医保 一句话的剧透就是 结果会让你大失所望 Medicaid 低收入医疗保险 这种医保常被人们称为白卡 想要成为低收入的条件比较苛刻 除了一套自住房和一台车 你名下的资产不可以超过2000 在华盛顿州要求会更苛刻 那一套自住房的价值还不能超过50万 你可能会想等老了以后 把资产都转交给儿女 自己拿白卡岂不是庙哉 但请记得 你要将财产全部转移后 等上60个月才能申请白卡 而在加州的小伙伴 则需要等30个月 说实话 Medicaid报销是最多的 当人们将收入社保之类的 Social Security 全部花在长期护理之后 Medicaid就会开始帮忙付款 但当人们去之后 政府会从死者的遗产 也就是房子和车子里面 拿回当初帮付的金额 所以羊毛呢 还是出在羊身上 你以为政府免费给你补贴 其实补贴来源于你的车子和房子 这个叫做Medicaid is the recovery program 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了解一下 Medicare 联邦医疗保险 联邦医保呢 当人们65岁时 或者年轻人变残疾时 会自动拥有 但它只报销医疗相关费用 也就是说 非医疗性质的长期护理 它是完全不管的 如果是医疗性质的长期护理 也就是有专业护士或医疗师看护的 这种申请条件非常可可 但如果你可以申请的到 它会给患者报销100天的医疗护理 在这100天中 只有前20天是全包 后80天需要人们自己交coupay 在2021年 这个coupay为每天185块5 每年这个数字都会向上微调 然后呢 100天后 Medicare就完全不管了 Health insurance 普通的医疗保险 基本和联邦医保一样 只报销部分短期的医疗性质护理 好了 现在你知道为什么长期护理是财富自由路上最大的杀手了 那么如何最高效的备好长期护理费用呢 市面上的长期护理显那么多 哪一种最好 最适合你呢 下周 君君就会回答以上的问题 等不及的小伙伴可以直接在网站进行免费咨询 根据你的情况 选择出最适合你的那一种 尤其是华盛顿州的小伙伴要格外注意了 从2022年开始 华盛顿州将对无长期护理险的小伙伴征收长期护理税 想要不交这个税 则需要在2021年11月1日之前拥有长期护理险 对此还不了解的小伙伴同样可以申请免费咨询 尽早做准备 是否觉得意犹未尽 还想要更多干货 那就看看往期视频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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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